在台中县有一间武财神庙 今天办普渡 除了拜十方好兄弟 今年更因为巴巴水灾 神明特别指示 为了要超度死难灾民 一定要增加普渡的桌数才行 因此呢 庙方就想尽了办法 摆出3333桌 来个大普渡 时辰一道 诵经声响 法师着道袍带领信徒 普渡众生 放眼望去 供桌上旗铠飘扬 算一算一共有3333桌 但供桌多到庙里放不下 还得借用道路 摆开来占据了两线车道 绵延500公尺长 这样的大排场 全部都是武财神指示 针对这次的巴巴的水灾 财神也之前就有特别的一个 要求我们一定要达到3333桌 这桌供品1200元 有汽水 饼干 泡面 罐头 都由信徒自由赞助 直到庙方为了南部水患 扩大了普渡的规模 民众还发心捐贡品赠灾 预计有超过2000桌的这些普品 那我们会做一些分配 另外我们今年度的这些 接鱼款 我们会全数捐给慈善的救助 或者是说南部的一些水灾的 这些灾民的救助 这间庙创立五年 去年就曾经普渡2888桌 今年再以3333桌 创下中部单一寺庙的最高纪录 信徒更希望法会之后 能祈求来年平安顺遂 明镜新闻 乔主宇收声